费德尔直落三击败对手,下场将挑战传奇记录。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网球传奇费霸费德尔,Rotter Federer, 今日,9日,以6比07比56比4直落三击败法国好手曼娜利诺, Adrian Manorino,挺进八强,下一战的对手将会是蒙菲尔斯, Gill Manfos,与Anderson,Cavin Anderson,的胜方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费德尔连同去年已经连续在温网,目前连拿下32盘比赛, 这项记录是自公开化年代以来第二场的温网连胜记录, 然而第一名的记录缔造者同样也是他, 他在2005年到2006年连续在温网拿下34盘, 若是费德尔能在下场比赛继续以直落三取得胜利, 他将能打破自己的记录,并将这个记录再次推向更高的层次。 目前费德尔在温网总共拿下8座冠军, 是温网史上最多的记录, 只要再拿下就是他生涯第9座温网冠军, 同时也会是他生涯第21座大满贯。 上场比赛他得到草地生涯第175胜, 超越传奇名将康诺斯·Jimmy Connors所保持的174胜最佳成绩, 今日这场比赛则是他第176胜。